大家好,欢迎来到红点医疗资讯频道,我是一名药剂师,也在新加坡从事公共卫生工作。 多年来,我有幸在医疗系统前线服务患者与他们交流。 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病人和他们的亲属对我们所谓的第一世界医疗保健系统有不少的疑惑和误解,不晓得该如何正确地使用医疗保健服务。 确实,新加坡的经济转型被许多人誉为一项奇迹,它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把这个小岛从第三世界的地位晋升到受人瞩目的第一世界。 而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成为了世界上表现最好的系统之一。 在庆祝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今天的许多患者都来自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的年长人士,而这些人正是过去在第三世界的新加坡成长并做出贡献的一群人。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而今天难以理解和有效使用我们现在所谓的第一世界医疗体系。 正如我们所知,虽然全球新冠疫情给生活带来了许多冲击,但这也促使我们加快了数字化的步伐。 在这大环境下,我希望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新一代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可以开始在线上获取更多有用的资讯,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这激励我希望能从医疗从业人员和病人的角度,用YouTube这个渠道来分享一些个人经验。 计划涵盖的主题范围包括对我们医疗系统的介绍,它的运作方式,政府所推行的3M私人界的医疗保险,又甚至是一些体验性的主题。 例如我们生病时,应该怎么样进入这个复杂的医疗体系,而康复后怎么样回到社区内进行护理,如何管理慢性疾病,控制好病情,减少并发症。 如果有机会,我还可以分享一些与疾病相关的贴士,介绍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等一些常见疾病。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请随时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同样的,如果您希望我可以深度探讨一些问题和话题,请在下面留言区留言。 谢谢!我们下一个视频中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